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是分析者 一个是分析师 那涉及了四个主体位置 那其中包括了分析者的五一式主体的位置在左上角 那分析者的一式主体位置在左下角 那分析师的一式主体位置在右上角 那分析师的五一式主体位置在右下角 那我们也说明了在分析当中要真正进入聆听的位置 分析师不能停留在右上角小写他者的位置 因为以分析师自我为参照点的听 其实并没有真正听到分析者 而是听到以分析师的自我为参照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分析者的图像 所以必须要进入到右下角的大写他者的位置 才有办法去进去以聆听为主的一种纯粹语言经验 那我也跟各位说明了 其实在这个大写他者位置的听 其实涉及了两个层次 或者我说两个声道的听 那一种被我称之为现象学士的听 这个是从右下角的大写他者位置 指向左下角的分析者的自我 分析者的ego 那这个实现的箭头所代表的意涵 大概就是现象学士的听 那另外一个是精神分析师的 精神分析师的听 这个是从右下角的大写他者的位置 指向左上角的分析者的他我 分析者的S 这个实现箭头所代表的意涵 就是这个精神分析师的听 那各位应该已经发现 拉钢这个看似简单的L图示 其实真的是一个宝贝 那我在第三个讲次跟各位介绍了L图示 也用它来厘清 欲望在分析者跟分析师的两端 分别应该怎么理解 那在第四个讲次 我也用L图示来说明 精神分析中该怎么听的问题 那今天各位也会发现 分析中到底该怎么问 其实也可以从这一个L图示上面 来得到理解 特别是如果各位手上有 Bruce Fink精神分析技法的基础 Fundamentals of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这本书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你搞懂了L 拉钢的L图示 至少关于听的 Listening and Hearing的这一章 那关于问的 Asking Questions这一章 以及关于提点的 Punctuation这一章 也就是这本书的前三章 你读起来就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你会发现说 原来Bruce Fink在写这三章的时候 根本就是架构在L图示之上的 所以各位要有信心 拉钢的思想要入门 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难 关键是你有没有真正把握到要点 那我的角色呢 就比较像是这个领路人的角色 把一些关键的材料定位呢 跟各位讲清楚 那么各位继续在往前走的时候 就比较会有收获 而不是一开始就被拉钢的艰难吓到 打了退堂苦 所以说我们在精神分析中 该怎么问的这个讲次 还是会以L图示为基础 来丰富我们对精神分析经验中 所发生的事情的理解 那到这里有些人可能要问我了 彭教师啊 一个这么简单的图示 你拿来讲三个讲次 会不会太偷懒了 我有一个理解的路径 各位可以听看看 听了之后各位就会知道 这个实际上不是偷懒 它是破解拉钢各种图示的方法 L图示其实还是最基础的 最根本的哦 那后来拉钢用的图示 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甚至把托普学都用上了 那你如果不知道 拉钢是怎么用这些图示的呢 你会一开始就误解了 这些图示的性质 那就不用谈说 怎么借由这些图示 来理解拉钢的思想了 那首先各位要知道 除了文集之外 我们现在读到的 拉钢研讨班的文本 它其实最初是拉钢的课程 也就是说 这些我们阅读的文字图示 它最初是出现在一个讲课的现场 那文字的部分 是拉钢在上课的时候 所说的话 那图示呢 则是拉钢在讲课时的版书 那用来帮助他的学生们 理解他所要传达的内容 那各位你如果写过版书的话 应该要知道 版书不是那种 一次就定位的东西 而是跟着讲课的内容 一层一层叠上的东西 那我有一个在台湾教社会学的朋友 他很喜欢写版书 那有时候呢 他会把他自己的版书拍下来 上传到脸书 给他的联友们见识见识 那我每次看到他的版书啊 就觉得叹为观止 好像蜘蛛网一样 上头密密麻麻的写着一些关键字 箭头指过来指过去 那整个看起来很丰富 问题是我看着那个版书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从哪里看起 从哪里读起啊 可是对在那堂课听他讲课的学生来说 就不是这样咯 他们看到的版书 跟我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他们其实一边听他讲课 一边会看到那个版书一小块一小块的长出来 而不是像我这样一次就看到所有的东西 拉钢的图示因为在是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为了传达一些想法慢慢的琢磨出来的东西 所以那些图示啊 在本质上 就像我的朋友在黑板上写的版书一样 那你如果要理解它 就不能把它当作是那种 一次就能够破解开来的东西 而是要找到它形成的顺序啦 相关的层次啦 才能够把这个图示里所浓缩进来的东西 展开成可以理解的 而且是有层次有脉络的思想 这也就是我在第一个讲词当中就曾经提到的 拉钢看式数学却又不是数学的图示或公式 那你如果把它当作是数学式 或者是像图示把它当作是某一种 类似流程图的东西 那从一开始就歪掉了 你会越钻研越觉得迷糊 你怎么样都搞不懂 那拉钢的各种图示啊 你真的不能把它们当作是数学的公式 或者是管理学的流程图 而是必须首先把它理解成为是一种版书 它是有几个切入问题的层次 然后叠加起来的一个总体的呈现 所以我可以用一个比喻 来说拉钢的图示 拉钢的图示像什么 其实是像各位手上各种3C产品里头的一个关键要角 机体电路 机体电路 Integrated Circuit IC 从外面来看机体电路就像是长了很多角的小方块 可是它的内部呢 其实是由一层一层的电路所铺成的 你如果从外面要把它看成是一个东西来看 你会搞不清楚这个小方块有什么了不起的 而且长得怪里怪气的 但是如果你知道它是由一层一层的电路板叠加起来的 然后去搞清楚它的每一层电路在干嘛 你就会知道原来这个小东西 它这么的强大 所以各位不要小看拉钢的这个L图示 它根本上就是一颗威力强大的晶片或芯片 它浓缩了拉钢思考精神分析经验的好几个问题层次 那我现在在做呢 就是把这个L图示涉及的问题的层次 帮各位把它理清楚 那这样呢 各位就可以知道L图示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 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拉钢最一开始对精神分析经验的理解 的一个浓缩呈现 好 现在让我们回到L图示 我们在这个讲次处理的是分析师在分析中该怎么听 该怎么问的问题 好 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得根本的去想 问问题这件事情 它在对话当中所扮演的功能跟角色到底是什么 好 首先精神分析是不是一种对话的处境 那分析者来说话我们分析师听他说话也跟他说话 这应该算是对话吧 你可能会这么想 但是我必须要说 即使精神分析真的算是对话 它也不是一般的对话 那我在研究所教学生精神分析的时候 特别不喜欢学生把治疗的谈话 说成是咨询啊 咨伤啊 甚至说成是聊聊 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这么说的话 那就是打从一开始就误解了治疗作为一种对话的性质 那我们从L图示上面来看呢 这里所呈现的是一种咨询啊 咨商或者是聊聊的对话关系吗 如果分析者是来咨询或咨商 那我们分析师在一开始就被当作成 被咨询或咨商的对象 所以我们在这个关系里头 势必要给分析者一些什么 那或许是某些问题的指引 或许是某些困境的解答 那聊聊就更奇怪了 聊天是一种更互相一点的对话 常常是你抛一点什么东西啊 我抛一点什么东西啊 彼此搭得上话题 就可以聊得尽兴 但是精神分析 它是一种这样的对话关系吗 我们从L图示上来看 不管是咨询或咨商的给意见 还是聊天的你一搭我一搭 其实都在哪里 都在右上角到左下角的 这个关系维度里面 我们听对方说话 然后从我个人的经验 或者是我的知识范围里 给出意见 其实不就是拉钢 他所讲的那种 以自我为参照的想象关系吗 不管这个自我的参照 是所谓的个人的经验 还是所谓的专业知识 那聊天呢 那聊天呢 更是清楚的 出现在这一个想象的维度上 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聊天聊得起来 聊得愉快 通常是因为聊天的话题 是对方觉得跟他有关 而我们也觉得跟自己有关 就是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self relevant 跟自我相关嘛 才有得聊 那讲到这里 我就会发现 我自己现在在人多的场合 那种需要 跟别人找话题聊的场合 已经会开始觉得 有点尴尬 不知道跟什么别人 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搭话 或者是像我们年轻人说的尬聊 这个跟我自己以前 其实很不一样的 我以前是一个 很能够跟别人找话题聊的人 可能是因为我这几年的工作吧 常常需要处在一个聆听 好好听对方说话的位置 所以对聊天这件事情 就变得比较生疏了 有可能是这样吧 那在上个讲次的最后 我特别提到 那精神分析的听 是以一种 进入到大写他者未知的听 它是一种 以聆听为主的纯粹语言经验 那以聆听为主的纯粹语言经验 我也说了 它涉及的是两个层次的听 需要悬浮注意力的 它既要现象学识的听 也要精神分析师的听 如果和刚刚说的一般的对话来比较的话 以聆听为主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精神分析的对话 它是一种不对称的 Asymmetric的一种对话关系 它不是那种在对话中各取所需 甚至相互取暖的关系 而是一种我们在上一个讲词中强调过的 因为有人受苦才出现的伦理关系 这个伦理关系 是精神分析谈话的基础 基底 那精神分析谈话的不对称性呢 也是因为服从了这个伦理关系 这个分析师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没有错啦 但是其中的一个人 也就是分析师 进入到这个对话 不是为了他自己 而是为了受苦的分析者 因此是two for one 两个人的合作是为了其中的一个人 而不是two for two 为了让方方都受益 那这个不对称性呢 为了对方 而不是为了自己 对于精神分析的工作的进展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分析师除了聆听之外的其他欲望 都可能对分析工作造成妨碍 甚至导致分析工作的中断 那我们在弗洛伊德留给我们的那几个经典个案里面 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那比如说朵拉的个案好了 朵拉这个个案的出现 恰好是弗洛伊德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 他的梦书啊 也就是梦的解析 已经完成了 正等待着一个个案 来让他证明 那如果个案在分析的过程当中 说梦 解梦可以有效的推动治疗工作的进展的话 他就找到一个对的个案了 那朵拉恰恰好就是这样子的个案 那各位如果读弗洛伊德全集 你也会读到 那全集的编辑者 James Stretchy 在朵拉的这个经典个案的介绍当中 就特别强调了朵拉这个个案 介于梦的解析跟性学三论之间一个成仙起后的重要性 所以佛洛伊德和朵拉工作的时候 他就常常太着急 没有好好的听朵拉说话 然后 因为你好好听 你才有办法问对的问题 那反倒常常是在 是怎么样 他是在问话的时候 就偏向了他自己的理论关切 他想要在朵拉身上印证一些什么事情 那Bruce Fink在佛洛伊德的灵防导论里头 A Clinical Introduction to Freud书中呢 就在谈朵拉的章节里面就认为 因为佛洛伊德在治疗时的其他欲望 也就是他作为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者的欲望 在根本上就改变了朵拉的治疗走向 把原本应该是属于朵拉的分析 变成了是他自己的佛洛伊德的分析 不过各位要知道 我并不是想否认分析师 会透过跟分析者的工作经验 去获得学习这件事情 那这样的否认实际上太虚假了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分析师的能力进展呢 还是要透过大量的临床工作才能够获得 但是各位也不要忘记了 佛洛伊德也曾经提醒我们 当我们进入到分析的聆听工作时 每一次都要有一种如心的感觉 那问题是要怎么做才能够每一次听分析者说话 都有一种如心的感觉呢 这个问题我一开始也觉得很困惑 可是你如果回到L图示上面来看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关键点在哪里了 那如果我们觉得分析者的说话 很重复 那很有可能是你自己已经不知不觉的 回到了小血他者 小血他者位置的听 你觉得这件事情 我听过了吗 我已经懂了 甚至你可能不让分析者说完 就急着说我懂 我懂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觉得分析者说了一件 你以为自己已经懂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已经把他说的话 变成了某个被固定下来的事情 The said 而不是再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说 The saying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那因为你以为自己已经懂了 你就不再让分析者说话 不再能够进入到那个听的位置 你也就不再继续发问了 让他能够因为你听的兴趣 听的欲望 而继续说 所以说到这里 各位应该了解了 这个分析中的问 不是为了分析师自己而问 不管他是为了满足分析师自己的理论欲望呢 还是窥探的欲望 分析中的问 是为了分析师的聆听而服务的 是为了让分析者好好的说话而服务的 他是在一个以聆听为主的 不对称的对话关系里头 为了让分析者某些或许觉得难堪难以忍受的经验 或许在朋友 家人面前不好说说不得的事情 又或许是说了 却想点到为止的那些感受 还是在说A的经验的时候 一闪而逝的关于B的想法 这一些都能够对着我们不加保留的 不自我简禁的就威威道来 这样子的一种回话 那分析中的问话呢 是为了让分析师更好的听 让分析者更好的说话 这是各位一定要好好把握住的 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 因为我们目前对心理师的专业训练 并不是在这一个方向上面理解 问问题的功能 那各位如果是一线职业中的心理师 那各位应该知道说 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所出的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DSM 已经在相当程度上 主导着精神医疗场域的实务工作 那不仅对精神科医师是如此 对心理师跟其他的专业来说 也是如此 那DSM的系统强调什么 精神疾病诊断的重要性 那一线的精神科医师跟心理师啊 必须在接案之后 尽快的形成病人的精神疾病诊断 这其中呢 问问题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你遵循的是DSM的系统 你在问问题的时候 很自然的就会想要收集 关于病人症状的资讯 而且越快越好 越多越好 这样子的话才有助于形成符合DSM的诊断 并且循着这样子的诊断 给出相对应的处域 不管那个处域是药物的治疗 还是其他的可能协助 那在这个精神医疗场域已经被DSM主导的情况之下呢 在接案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来问问题 其实我觉得无可厚非 那特别是病人在开始接受协助的初期 有了DSM的诊断 我们确实比较好跟其他的专专业人员沟通 合作 那不管是精神科的医师啊护理师啊还是社工师啊 因为他们也都熟悉这个系统 所以这个部分是这样 那不仅如此 我们也可以对家属有一点好处 因为他们终于有了一种病名啊 可以帮助他们了解病人的问题 跟他们的处境 那问题是啊 问题是什么 这种以DSM系统的核心的一种听话跟问话的方式啊 它会形成惯性 那一旦出现这样子的惯性啊 心理工作者在诊疗室里面啊 他会忘记去切换 忘记要从这样子的诊断式的一种听话 问话的方式 那切换到以一种以悬浮的注意力为主的一种听话跟问话的方式 那你如果从拉康的L图示来看的话 就是又让自己一直处在小写他者的一个听话 问话的方式而不自知啊 那Bruce Fink在精神分析技法的基础里啊 就特别写了一章 一节啊 叫做专业训练的陷阱 Pitfalls of training 来点出这件事情 他甚至引用了拉钢在研讨班里面 对专业训练的嘲弄啊 把教育啊 education 称为education 这个拉钢啊 把education和stupid组合起来的自创词汇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啊 你们的教育训练实际上是不会让你变聪明的 他只会让你变笨 所以他是education 而不是education 那这些个道理啊 我在教研究所学生的时候 都会很详细的分析给他们听 不过听归听啊 他们开始在接治疗的初期啊 还是常常会在诊疗室里陷入迷惘 虽然知道自己应该要好好的听对方说话 但是却对自己听人说话的品质没有什么把握 那我这几年的督导经验告诉我啊 心理师或分析师有没有好好听对方说话 从他们在督导当中回报给我的材料呢 就可以看出很大的差别 有好好听对方说话的人啊 他们能够回报给我的资料 是耐得住问的 是有丰富细节的 但是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就是他们得懂得事实的提问 而不是让分析者一直说 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在听人说话的时候 常常常会有一些预设 预设对方所说的事情就是我以为的那样 比如说你的分析者会跟 可能跟你说啊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严格的人 你可能也没多问就让他继续讲下去 可是你想一想他说的严格就是你想的很严格吗 你如果没有稍微打断他一下问他你说的很严格是什么意思 可以多说一点吗 那么这句话就过去了 你等到督导的时候你的督导问你 他说你的个案说他的父亲很严格是什么意思 你就会不知道怎么回了因为你根本没有问啊 所以你也不知道这样子的材料 他是很平面的 根本就耐不住问 那他基本上也撑不起一个人的临床图像 说真的 他充其量就是一些我们都很熟悉的字词 他实际上不够立体到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处境 他看身边的人是什么样子啦 他怎么样在活他的日子啦 那换句话说呢 他就只是一些字词的拼凑 没有人的经验质地 也让人无从感受他的生活世界的样貌 那各位可以再仔细想想 我们要怎样知道 甚至感受到一个人的生活世界是什么样貌 我们又不是他 我们又没有经历过他经历过的事情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像电影一样啊 跟他交换身体 用他的身体来活 来经验到他所经验到的一切 我们唯一能够仰赖 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 其实就是他的说话 对吧 我们借由语言本身赋予我们的感受能力 试着从他土露的枝质片语里头 一点一滴的去拼凑 去想象 去感受他的世界 这个就是我已经强调过的 进入到他写 他大写他者位置 的其中一个层次的厅 现象学士的厅 那问问题在现象学士的厅里头 其实扮演非常非常关键的角色 我们甚至可以说 你如果不懂得追问 现象学士的厅 其实根本就实践不出来 如果各位曾经有过不错的聆听经验 你就会知道 事实的问 贴着细节的问 其实会让说话的人 知道你是真正在乎他所说的话 而结果呢 他也会更愿意说 甚至描述的更详细 因为他知道你是有兴趣的 你也有这样子的意愿进入他想要借由语言 带你进去的世界 那我有些学生在治疗当中很怕提问 因为他们觉得问好像是一种打扰 好像非得让对方完整的讲完一句话 一段话才算是尊重对方 但是问题是 什么叫做完整的讲完一段话呢 他们就在那边一直等 一直等 让对方说完一件事情 那接着又进入另外一件事情 结果就是什么呢 他们听到的就是那种很平面的材料 那他们所谓的尊重呢 可能恰恰好是尊重的反面 因为时间就是这么过去了 他们也没有听到什么 让他们自己觉得新鲜的东西 所以几次治疗下来 这样的学生就会问我说 老师 他们好像把事情都说完了 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面对这样的学生啊 我会告诉他们 你们以为自己有在听 其实可能根本没有 因为对方说话的时候 你都在担心自己是不是打扰着他的说话 而不是真正从听他说话来感受他的世界 我会跟他们说 你们在听分析者说话的时候 要听到有画面出来 不能只是把他说的话给他记下来 什么叫做听到有画面出来 那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当中 曾经有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 字词跟魔法最初是同一件事情 即使到今日 字词依然保有他们的神奇力量 字词 words 的神奇力量是什么 那至少在线上学识的听这件事情上 字词的力量就是给出一个听者可以进入的世界 那中文的说法就更有意思了 我们可以说字词或者是语言 有所谓画境的神奇的力量 我们如果打开自己的感受力 让分析者的话语在我们的身上作用 你就会发现 分析者的话语在我们的脑海里 幻化成静 也就是给出一个世界 分析者所说的话 就像是指向月亮的手指头 那在画境这件事情上 重要的不是手指头本身 而是什么 而是手指头指向的那一个境 那一个世界 让字词画境 就是所谓有画面出来 而有画面出来 才会有细节 才不会只是停留在一个表浅的尝试 停留在common sense的层次 而是进入了 展开了分析者的世界 那事实的问呢 贴着细节的问 就像分析者把你引入了他的世界 那你像刘姥姥进大官员 就很想知道 这个A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又为什么会摆在B的旁边 C怎么会让他这么讨厌 那D这个人又为什么让他这么挂心 等等 那这种听话的方式啊 提问就不是一种打断 反而会让分析者觉得你是 亦步亦趋的跟着他 他也会感受到你听话的仔细 感受到你想要了解他的欲望 那我们不需要像某一些治疗取向 所建议的啦 老是要用统整对方的话语的方式来回话 然后让对方感受到 我们确实有在听他说话 我认为我们的提问本身 就是我们认真听他说话的证明 那如果各位接受了治词 有化尽的神奇力量 这样的说法的时候 那我在这边就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也就是说分析者所用的治词 他用的那些words 我们不要任意更动 比如说当你的分析者告诉你 我老婆很久没有跟我性交了 你就不要把他说的性交换成做爱 因为他用性交而不是用做爱来谈 他跟他老婆中间的性事 或许正是联动着他跟老婆之间的关系 什么意思 那可能是一个原本只有性而没有爱的关系 而现在连性都没有了 所以当你一去替换掉他所使用的治词 那他和老婆之间这种紧靠着性来维持的关系 就被你使用的做爱遮蔽掉了 你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才有机会重新回到这一个点 如果你还有机会的话 那这个时候 用疑问的方式回给分析者 性交这两个字 或者说 你刚刚说性交吗 那分析者很有可能就为了要解释 他为什么用这两个字 开启一段关于他跟老婆之间的关系 的丰富谈话 所以事实的贴着细节的提问 不仅是我们认真听话的证明 他同时也鼓励着分析者继续说 更投入的参与到这个以谈话为主的关系当中 分析者跟分析师如果要能够继续合作 逐渐进入一种稳定的工作关系 那么这种带着聆听的积极性去提问的方式 对于建立所谓的工作同盟关系 Working Alliance 或者是治疗同盟关系 Therapeutic Alliance 他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特别是在分析工作的前期 更是这样 那不过 就是有一些人除了怕打断分析者的说话 有一些分析师可能还会有别的担心 比如说担心自己问的不够好 问的不够精准 所以还是会觉得怕怕的 不敢贸然去提出问题 可是如果各位仔细想想这样子的担心 你应该就会发现 当分析师出现这样子的担心的时候 他其实又把注意力摆回自己身上 怎么说 问题有好或不好的吗 我们真的非得精准的提出问题吗 是谁在评价这个问题的好坏 判断这个问题是不是精准呢 你如果这样一路把它逼问下来的话 你应该会注意到 当分析师关切自己问的问题好不好 提问是不是精确的时候 那真正在作用着的 其实是分析师的自我 他的ego 的那一个sensorship 那个简禁作用 也就是说 他又不小心掉回去 小血他者的聆听位置了 那各位可以想一想 我刚刚提的 分析者跟你说 他跟老婆之间 很久没有性交的例子 其实我建议的提问方法很简洁 不是吗 短短的两个字 最多五个字 那我又没有长篇大论的 跟分析者讲解性交跟做爱的不同 再请他回答 没有吗 那如果以刚刚用过的 指月亮的手指的这个比喻的话 我做了什么 我是借由提问 让他多说 让他自己借由 性交 也就是指月亮的这个手指 把他和老婆之间纠葛的关系 也就是月亮 自己讲出来 那如果分析师是处在 大血他者的位置 听分析者说话 那他在听的时候的专注点 就是分析者说的话 够不够给出足够的细节 让分析师在听话的时候 形成仿佛在现场般的画面 如果形成不了画面 就适时的贴着细节的提问 那你问的好不好 问题精不精准 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 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Fink在精神分析技法的基础的书当中就说 特别是在分析的早期 即使分析师在听话的时候 挑动了一下眉毛 或者是面露疑惑 对分析者来说 都可能是一种提问 那Fink甚至说什么 他说分析师说的越少 他的提问反倒是越精准 The less the analyst says The more precise his question is likely to be 那我知道有一些人听到 Fink这样子说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以为然 因为某一些学派会特别强调说 我们在问话之前 可以先用自己的话 把对方刚刚说的统整一下 Sumurai一下 再接着提出问题 那我在教学生的时候 特别希望学生要戒掉这样子的惯性 即使他们当初是这样子学的 也是一样 因为对我来说 这其实就是一个坏习惯 我前面已经提到 你去替换分析者所使用的字词 其实很容易形成错误的临床印象 你不要用自己的话来统整 这当然是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已经进入到大写他者的位置 在听分析者说话的时候 你用自己的话来统整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你已经是处在一种 积极参与聆听的状态 那对方对于你的亦步亦去 他是有觉察的 他就像是他自己世界的导览 跟你看着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东西 你只要稍微点一下 就像是在问他说 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他就可以很快的接上 继续用他的话语 把他的世界展示的更清楚 更有细节 那各位也可以从其他的例子 想一想所谓的统整 Summarization 到底是什么意思 Summarization 其实要展现的 其实并不是听 而是说 它不是展现出 自己在听话上面的 异步异区 而是要展现出 我懂你在说什么 我们在写学术入文的时候 对其他学者的观点进行统整 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操作 他在相当程度上 是把别人的观点 抽离他原来的论述脉络 接着用他为基础 来编织我自己的提问 形成我自己的论述 那分析中的听 分析中的提问 恰恰好是另一个方向的操作 你作为一个分析师 我的听 我的问 都是要让我进入分析者的位置 而不是形成一个 以我自己为中心的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拉刚会说 分析中最主要的抗拒 其实并不是来自分析者 而是来自于分析师 拉刚怎么界定分析中的抗拒 他说 凡是让分析工作 没有办法继续进行的 都属于抗拒的现象 那在思考和处理抗拒现象的时候呢 我们很习惯的就会把抗拒现象 设定在分析者这一端 可是拉刚提醒我们 其实分析中最大的抗拒 抗拒现象 很可能是出现在分析师这一端 而不是分析者那一端 你从L图示上面来看 就是分析师不自觉的 掉进了小写他者的位置 离开了大写他者的聆听位置 才会出现那种 以想象关系为主的 那个干扰的作用 那如果不是事实的贴着细节 让分析者的世界 得以借由说话展开的那种 一步一趋的问 那你即使问话都可能不小心 让我们离开了大写他者的聆听位置 而不自知 我刚就举过好几个例子 那问题是我们该怎么问 才不会离开这一个聆听的位置呢 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会觉得是注意力的问题 你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我们问的问题 好不好 对不对 精不精准 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分析者那边 看你的问话 是不是可以让分析者说的更多 更有层次 更注意到他自己还有什么没说 或是勾起更多的联想 那以Bruce Fink的话来说 这样子的提问就是有生产力的 productive 那这样子有生产力的一种问话呢 就可以继续推动者分析工作的进行 那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 主要是怎么利用提问 来使分析师可以更现象学识的 听分析者说话 但就像我在上一个讲次提到的 分析者有意图的说 总是一种伴说 是他的自我 他的ego在跟我们说话 那我也提到了 在分析中除了分析者的意识主体 他的无意识主体 也会同时参与整个对话 就像各位在L图示上面看到的 那在这里呢 我想把法国现象学家Paul Ricoeur 中国这边可能翻译成叫做保罗利科 关于权势学 Hermeneutics的概念 引入我们对L图示的理解当中 那对于Hermeneutics权势学来说 权势之所以必要 其实正因为距离的存在 那我跟我想要了解的对象 不管他是作为神圣他者的上帝 还是作为历史他者的古人 还是作为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文化他者 或者是社会他者 这两者之间要存在着需要借由权势活动 克服或拉近的距离 才会需要权势学 那 Ricoeur把权势活动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同情共感的权势学 The Hermeneutics of Empathy 那这里头 现象学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那另外一种叫做 存疑的权势学 The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 这两种权势学的活动 我们如果把它放到L图示上面来看的话呢 同情共感的权势学 约末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现象学式的听的这一个项度 而存疑的权势学 约末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精神分析师的听的这个项度 那对于 Ricoeur来说 存疑的权势学之所以必要 就在于语言的表象底下 其实还存在着某些有待考察的东西 那你从L图示来看 Paul Ricoeur主张的那种 存疑的权势学 对于今天的分析中的聆听来说 它也是必要的 为什么必要 因为除了意识主体说话之外 无意识主体也同时在说话 在我们之前有用声道 所做的比喻里头 你作为说话主体的人 他的说话是有两个声道的 一个是借由意识主体 一个是意识主体 借由谈话内容所传达的这个主声道 那另一个声道呢 则是我们必须要练习 练习竖起耳术才能够听到的 那那一些分析者在谈话 当中的沉默 犹豫 情感的异扬顿挫 违挽回避 自我打脸 收回所说的话 甚至说六嘴等等 这些都是无意识主体的说话通道 因此当我们在强调聆听的细节的时候 除了强调那些可以帮助我们 形成画面的细节之外呢 其实还必须要再加上 涉及了无意识主体说话的 这个声道的细节 我在这里必须一再强调的是 无意识主体的说话 和意识主体的说话 其实是同时存在的 我们平常没有听到 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听 而不是这个声道不存在 我的老师Bruce Fink 他在课堂上曾经 以说六嘴为例 他说没有人说话是不说六嘴 他在强调的 其实就是这个现象 无意识主体是 一直在跟着说话的 只是我们平常的注意力 没摆在这个地方 所以没听到 那他也教过我们一个 很实用的练习方法 就是去找一个 你不感兴趣的主播 没兴趣的话题 然后就仔细的去听他说话 你慢慢的就会注意到 这个说六嘴的现象 那不过呢 Bruce Fink所说的说六嘴 其实只是无意识主体 说话的其中一个现象 甚至我们可以说 他是最容易发现的一种 那说六嘴的出现 其实是因为无意识成功的 突破了意识的简禁 说六了一句 后来被自我否定为失误的话 所以说六嘴几乎就是一个 转瞬而逝 而逝的一种违行症状 Micro Symptom 但是在平常的说话里 无意识主体的插嘴 并不一定那么明显 他可能是用叠加的方式 比如说 说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语气特别的昂扬 或者是低落 他有可能是用干扰的方式 比如说说话的速度突然慢下来 或者是犹豫甚至沉默 那他有可能是采用一种 回过头来否定的方式 那比如说 前言不对后语 甚至是有意识的收回 刚刚说的话等等 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广义的称为 所谓的修持策略 Rhetoric Strategy 的这一个项度呢 其实都是无意识主体 说话时会运用的一个项度 那这个是我们要听 要跟着提问的项度 那举例来说 如果分析者说话的时候 出现一种犹豫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么提问 他说 你刚刚说A的时候 好像稍微犹豫一下 你是还有想到什么 所以特别犹豫了吗 或者是当分析者说 某一件事情 特别激动或低落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问他 你刚刚说A的时候 情绪好像特别波动 你是有想到其他的什么吗 这些提问都是针对 分析者说话时的修持策略 也就是他的无意识主体 介入说话时 可能的一个提问方法 那除了针对分析者说话的 修持策略提问之外呢 分析师还得操作另外一个层次的 存疑的权势学 那针对修持策略的部分 那主要跟什么东西有关 主要是跟分析者在分析现场的说 the saying有关 那因为我们必须要听到除了话语内容之外的另外一个声道 而且呢 我们还要事实的贴切的 贴近细节的去提问 才能够丰富我们对分析者的理解 那另外一个层次的存疑权势学呢 就涉及了分析者所说的故事版本 the said的部分 那分析者对于他自己所说的故事版本 常常是坚信不疑的 也就是说 在他身上所经历的故事 没有别的版本 就这么一个版本 那Bruce Fink把这个故事版本称之为 Official History 也就是官方历史的版本 那问题是什么是官方历史的版本 其实就是自我的历史 属于意识主体的故事版本 那Froy从歇斯底症研究的时期呢 就不断针对个案的这种官方版本的历史提出质疑 他的提问和他对症状的理解息息相关 他的提问会是这样啊 就是如果真的是如他所说的是这样的话呢 那怎么还会有症状 症状的出现 症状的持续存在 必然指向被抑制物 the repress的存在 也就是说指向了抑制作用 repression的持续存在 那抑制作用的存在表示着什么 就是有某一些过去的经验 因为不容易分析者的自我 无法被意识到 他才会借由症状来说话 这也就是说 分析者的意识主体啊 他的自我 所能够说的故事 其实只是看似完整 你只要仔细去斟酌他 就会发现分析者自己看不见的漏洞 那这时候分析者的提问呢 就要奠基在他前面 借由现象学士的聆听 也就是说 在同情共感的诠释学理解之后呢 升起的疑问来加以提问 那Fink就曾经把这样子的提问 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finding holes in the hole 就是在看似完整的故事当中 找到漏洞 那如果各位仔细阅读过 Floyd的经典个案 特别是在朵拉的个案书写里 那Floyd自己都免不了 觉得自己好像在写故事 这件事情要做出一些辩护 那人的活着甚至人的困境 都是和他自己所形成的故事版本 是密切相关的 分析者在进行分析的初期 通常就会给出一个 关于他自己故事的概根 Fink把它称之为 Bare-Bones Skeleton 一种类似骨架的故事结构 那我们在聆听分析者的故事的时候 有时候是透过向学士的听 透过同行共感的诠释学 为这个骨架添上血肉 但是在分析的某一些关键时刻呢 这个故事的骨架 就会因为新出现的谈话材料 而整个被翻掉 形成分析者对自己的崭新的理解 那拉刚在讲解 朵拉这个个案的时候 就把故事 这种故事的反转 称之为辩证式的反转 Dialectical Reversal 那各位要知道 单单靠分析者 一个人是很难对自己的故事 形成这种辩证式的反转 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故事 有哪些漏洞 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 分析者的无意是主体 就是这些漏洞在说话 因此分析师除了操作 同行共感的诠释学之外呢 还要能够在这个基础上面 操作寸衣的诠释学 除了针对分析者的修持策略提问 还要针对分析者故事的漏洞提问 这两个层次的提问 就是我所谓的精神分析师的 聆听和提问 也约莫就是Paul Ricoeur所说的 存疑诠释学的一个具体的操作 以往我们在谈精神分析技法的时候 其实都太过强调存疑的 诠释学的操作 可是你从L图示来看 同情共感的诠释学的这个项度 其实也是同等重要的 当精神分析强调 对精神 当精神分析强调对分析者的 话语存疑的时候 其实是把同情共感的能力 当作是分析师的惯用手 你不需要多加训练 所以先把它绑起来 才能够训练另外一只不依赖 同情共感能力的非惯用手 那可是你一旦训练成功之后 那条棒着惯用手的绳子 它是要解开的 就像我一再强调的 精神分析的听是两个层次的 双声道的听 而为了聆听服务的提问 当然也是在这两个项度上面的操作 缺一不可 今天的讲次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